我们大家期待的疫情的拐点可能就要来了 因为新增的病例在逐渐减少 出院的病人在增加 那么您对他的这个判断怎么看 我觉得他的判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的话 就是在新冠军病毒肺炎防治的过程中 有一非常重大的举措 这个举措的话 就是把这个病列为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 我们有了这个法治基础了 所以在我们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考察的时候 我们的组长你也知道是钟南山 我们一起去的 考察的时候 我们就是根据武汉的情况 回来的话 我们提了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把这个 另外一个法定报告传病甲类管理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建议武汉人不出去 外地人不进来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这两个建议都迅速被采纳了 特别是这个里头 武汉的话 所谓说的武汉的封城 它都有法治基础 法治基础就是甲类管理 甲类传染病的管理 因为这个封城的话呢 你看它的效果什么时候表现出来 是吧 是这样啊 我相信的话 这个封城措施是很 非常彻底的 很坚决的 当然了 是全防卫的 还有空全防卫的 损失也很大 那损失当然了 但是这个措施的话呢 它是为了全国的 为了使全国的话 各地的病人的话 不再有输出病例 现在输出病例还是有不断呢 对吧 为什么呀 都是封城以前建筑的 它有个潜伏期啊 按说的话 我们的潜伏期现在的话呢 它23号封城 对吧 呃 今天是29号 对 6天 过了6天 过了6天呢 那个张贝李教授的话呢 他看到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只是初步的变化 因为他最长潜伏期是14天 是吧 14天 14天最长潜伏期啊 呃 6天就有所变化了 过后几天还要有变化 嗯 我觉得这个变化 对全国的影响是挺大的 是好的变化 当然是好的变化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战场分两部分 一个是武汉以外 一是武汉 一个是武汉 一个是武汉 以外两个战场 对 武汉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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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